金属北约垂死增长只会让全世界看美国的笑话 这几天美国宣布将会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 新成立一个所谓的矿产金融网络 只要做到事是负责给第三世界国家 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矿产开发项目提供融资 加强美国对全球关键矿产的控制和中国进行竞争 这个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建立在2022年 一共有14个成员国 基本涵盖了美国最核心的盟友 包括五眼联盟力处了新西兰之外的其他四个国家 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 以及西台的日本和韩国 当时的美国来势汹汹摆出了一幅要针对中国 建立起一个金属北约的架势 但是两年的博弈下来 这个金属北约完全就成了一个笑话 美国前脚拉完群 中国后脚立刻采取了行动 限制甲指这两类稀有金属 以及预制相关的一切物相的出口 而金属北约采取了什么反制措施呢 完全没有 对于中国的出口限制 这些国家疏手无策 出了时不时隔空喊话 对中国进行舆论压制之外 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应对政策 就在今年8月底的时候 英明金融时报直截哀嚎 说全球相关产业 拜托不了对中国金属 尤其是稀土资源的依赖 中国出口限制一年以后 很多半导体公司的库存都已经见底了 很快将面临原材料短缺的危机 实际上美国成立这个金属北约 从底层逻辑上来看 就完全不成立 一群国家想要抱团在金属领域 鼓励某个或者几个国家 前提条件是 这些国家首例要么有钱 要么有矿 要么既有钱又有矿 人无我有才能搞脱钩锻炼 并对对手一级致命 但是美国拉拢到这些国家里面 除了澳大利亚还算是有矿之外 剩下的绝大多数国家 压根就没有足够和中国较板的资源 这就让金属北约陷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美国把他们的调起得很高 拉帮接火的速度也非常快 但到了把口号落到实际行动这一步的时候 所有国家只能是抱团取暖挤在一起干灯眼 让全世界来看消化 另一方面美国炒作矿产供应链问题 反而帮了中国提高了警惕 最近这几年 中国明显在有意识的不断出手 巩固自身在全球金属供应链中的地位 中国和这个只有空架子的所谓 金属北约可不一样 手里有资源有钱有技术 一旦开始行动就会立马立竿见影 美国口号喊得越想 中国行动的速度就越快 在全球金属供应链中的地位就越高 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还算是帮了中国一个不下的忙 如今美国在这个金属北约框架下 搞出了一套融资网络 是走投无路下的一种自救 也是拜登挽救自己政治遗产的最后努力 但很可惜 以美国的行动效力和资源顶付 再这么努力 想要和中国搬手腕 最后的结果 也只能是白忙活一场而已 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